大家好,我是愛語言神 我今天繼續帶給大家微型任務 趙龍映珠明朝1.1版 承銷山世界任務攻略分批合集 好,那麼這一批是咱們這個 微型任務趙龍映珠 承銷山的第一幕 首先我們先點擊任務最終 然後打開地圖,來到這個玄機嶺 上方的這個傳送點 這個傳送點的話,如果說沒開的話 你就可以從別墅直接跑過來 就可以,它是露天的,直接可以開啟 好,那麼到了之後呢,直接開向前方 這邊這個東南方校 來解救一下這個少女 清一下怪,好,這邊天上怪之後呢 我們跟他對話 好,就在過來對話之後呢 再按F跟他,給他餵食 然後這裡的話,這個清芬魚湯 大家如果說沒做的話 你就在這個旁邊,然後找一個這個 食材,然後做一下 如果說你有的話,就直接交給他就可以了 好,這邊餵完他之後呢 我們這個任務就算正式開啟了 然後跟這個機關交互一下,啟動 啟動完了之後呢 然後這裡也是讓我們連接一個光路 我就順著這個光路一直往前走 走到天方指示的這個地方 然後這邊讓我們給他旋轉一下 然後再轉一下 再轉一下 好,我們讓他連過去 一路連過去之後呢 我們繼續走 好,這邊他就連過去了 連過去之後呢 我們從右邊這條小道繞過來 我們往前 去到前邊這個點 然後呢,這裡再旋轉一下 好,連到前邊這個點 繼續往前 他就是一個旋轉的一個鏡子反射的連線 也不是很難 就不要讓我們帶給他轉一下 再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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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三下 然後連接到這個大子 總之呢,就是讓這兩個大的 相連起來 就OK了 即便咱們過一下這個動畫 另外這個過完這個動畫之後呢 我們看到前方 這有一個藍色的這個珠子 然後我們把這個藍色的珠子 放到這個龍嘴的這個位置 調一下,調一下這個角度 放這個龍嘴的位置 這樣的話他就可以激活 總之呢,就是咱們調整一下這個角度 就可以了 轉一下視角 好,這邊對話我就跳一下 好,這邊呢 他是任務的給我們分成了四個 好,我們這邊呢 先去這個最近的吧 去這個淺 淺灘 然後點擊追蹤 這裡的話呢 我們就一路跑回去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這個窗點沒有開 我這邊讓他彈我們一下 OK 彈上來 彈下來之後呢 帶我們前方的這邊就有一個傳統點 都在方向 你走過來 來,開啟一下這個傳統點 開啟 好,開啟之後呢 我們再去到這個任務光標這裡 我們去做一下這個任務 啟動造死之台 還是這個光線的這個連接 來不要啟動一下 然後我們就順著他這個指引 一路往前 讓他轉到下一個點位 這個畫 來吧 好,一起往前 你不要的怪呢 可以不用管 接著轉 好,連上了 連上了之後呢 好,到這邊之後呢 它是一個升降台 然後可以看到它被柱子擋住了 左邊呢是讓這個柱子升起來 右邊是讓這個柱子降下來 我們踩一下這個右邊的 來,然後再踩一下 它就降下來了 然後前方的這裡呢 它也被擋住了 然後我們這個壓力板呢 好,被這個荊棘給燒 給圍住了 我們拿起這個烈焰花 然後燒一下 把它燒掉 然後我們繼續踩這個右邊的 右邊是下降 來,它降下來 再降一下 好,來到這邊 到了這邊之後呢 我們開啟這個寶箱 吸球 開啟這個寶箱之後呢 我們繼續來轉這個 呃,這個 叫什麼鏡子吧 你繼續來轉它 轉到那邊 然後我們踩前邊這個 呃,看床 蹦床 然後跟我們彈過去 然後這邊 繼續轉 我們就一直轉到它 出現這個光點 出現這個光線 好,這關連上線之後呢 可以看到它被這個牆給擋住了 但也沒關係 我們繼續跑過來 到這個牆這裡 然後這個牆這邊之後呢 往在右手邊看 這邊呢 有一個溯流儀 我們來激活 來,這邊呢 我們把它往左邊轉一下 讓這個牆給它倒塌下去 好,這樣的話 它就連上了 OK 然後這邊 讓我們去到這個最頂上 好,這邊它連上線之後呢 我們現在上不到這個頂上 好,我們先確定它連上之後呢 我們再激活這個溯流儀 然後把它往右推 回到剛才的這樣一個位置 來 這裡的話我們先爬上去 爬這個頂上 這樣的話就有這個台階了 我們可以爬上去 爬去之後呢 我們先上來調整一下這個 它的這個旋轉 再給它轉一下 我們把這個光線啊 調整兩次 讓它對準前方的這個大的這個 眼底處 這樣呢 我們再回去 來,西單方向這邊呢 再調整一下這個溯流儀 讓它換一下位置 好,這樣的話就可以連起來了 來,這邊的話 我們這個解謎就算完成了 路上呢 路上呢 是帶大家開了一個寶箱了 來,這裡呢 我們就跑到這個任務指引點 還是跟之前一樣啊 就是我們把那個 那個藍色的珠子 然後對準那個龍嘴的位置 就可以了 誒,這裡怎麼上不去呢 好,繞一下 總之走過來 就可以了 來到這個位置 然後我們轉動這個視角 讓這個藍色的珠子 對準這個龍嘴處 多調整幾下 OK 這一處的解謎就算完成了 好,這邊這個做完之後呢 我們再打開這個任務 這一回呢 我們去到這個瀑布溺流 瀑布溺流之地 點進去東 到這邊 這裡呢 我們先傳動過來 傳到這個附近的傳動點 先取到這個任務點 東北方向 這裡一路往前 好 我這裡是因為趕時間啊 就是這個毛點都沒有提前開 可是看一會兒一路上 咱們順手能開一些毛點的話 就順手開了 對到這邊之後呢 它這個指引點是在咱們腳底下 這邊我們跳下去 跳到這個瀑布底下 直接跳來 好,這裡我們來到這個標之後呢 然後可以看到它這個任務指引的 這個光點變了 在這個瀑布裡面 在這個瀑布裡面 我就到這個瀑布裡面 我剛開的來的時候也找不著 簡單是在這個瀑布裡吧 我們往那西方向走進這個瀑布裡吧 它的起點在這個裡吧 就是那個圓盤 還對 就這個圓球一樣的 這邊我們啟動 來,出去 這裡的話就一路連線 這邊我們給它調整一下 旋轉 再轉一下 再轉一下 好,離開上去之後呢 我們按T 一向 天上來之後呢 這邊再給它轉一下 然後對準 好,這邊它輕生光線了 我們後邊有一個彈床 你坐這個彈床 飛過去 來,這個給它們轉一下 直到它出現光線為止 等一下 好,出現光線了 然後在後邊還有彈床 所以我們就一路彈過去了 再轉 好,出現光線了 好,出現光線了 我們再做這個攤床 這裡就一路彈上去 沒說難度 好,這邊讓我們再給它轉一下 旋轉 這上面那個光線連起來了 好,它這個頂上呢 就出現了這個珠子 然後我們坐這個彈床 彈上去 來,就在它下來之後呢 來 站到這個位置 來對準這個 籃球 我們把它放到這個龍嘴處 OK 那咱們這一處的解謎言 也就完成了 好,這邊這個弄完之後呢 我們再打開這個任務 看到這個有一個黃白凋墊之處 我們點擊追蹤 來這邊 我們找一個近一點的傳統點 傳統過去 來,傳過來之後呢 我們往這個西台方向走 這邊爬到這個山頂上 小爬一下 好,往這新台方向走 在前方 來,而且不要 你們點擊啟動 順著這個光線 我往前走 好,這兩個記憶體叫凡啊 我先清一下 第二,我添完了 可以看到呢 前方呢 它是被一個屏障給圍住了 我們先走過去 先把這個屏障給它解開 這邊這個屏障呢 它是連著一條這個金線 我們順著這個金線 好架 來 然後這邊 它有一個鎖 我們再用這個普攻打一下 這邊把它給解開 解開完之後呢 我們再上去 來調整一下它 調整一下它的角度 這三個小怪呢 你想清清 不想清可以不清啊 旋轉啊 直到它出現光線為止 好 然後我們去到架一個連 提去 這個,這個怪呢 你也可以不用管它 我們直接拽解前往 旋面網 好 好 最早前方 封北方向 這邊呢 還是找這個金線 它是有兩個這個鎖 然後我們把這個鎖 給它打開 這裡A一下 然後再順著這裡走過來 這邊呢 還有一個鎖 旁停隱蔽 它是一個岩石塊 然後我們回頭 這邊呢 就有一個爆炸石 我們把它炸開 然後再A一下 好 這個打完之後呢 我們再爬上去 這裡有三數金像 我剛剛看過了 在這個頂上呢 還有一個鎖 你給它打掉 這個呢 也會解開 然後到這底下 我來轉一下 給它轉動一下 這個怪呢 還是老樣 你講清清 非常清脆不清 來 一起往前 順著這個光路走 我過來 一起轉它 好 咱們這邊呢 就算激活了 還是老樣子 咱們最後呢 去對準一下這個龍嘴的地方 把這個藍珠給它對準 就可以了 來 好這邊 我們對準一下 調整一下角度 微調一下就可以了 咱們這一處的解謎也OK了 好 炒定 好 丟完弄完之後呢 我們再打開地鼓 好 丟完弄完之後呢 我們再打開任務 這邊呢 是一個拱形三十隻爹 點擊最多 好 這裡我們傳送到這個 它右上角的這個傳統點 傳送過來 我們直接跳飛過去就可以了 沿著地鼓的任務光標 走過來 往著腳底下跳 這邊直接跳 這邊直接跳 參方的還有一個傳統點 大家如果說沒開的話 像我一樣沒開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 先走到這邊 到這裡 趴了 這邊讓點擊啟動 好 然後去到下一個點 好 然後去轉 繼續轉 再轉 再轉 好 現在轉完之後呢 可以發現這個 它被這個冰牆給擋住了 然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 深海挑戰 給打開 然後變成這個 叮咚咚 是叫叮咚咚吧 我們看到這兩個這個冰牆 然後咱們就把它做成一樣的樣子 然後你看到這左邊這裡 它掃了一塊 那我們呢 就站在這裡 把它給填上 來 給這邊填上 調整一下方向 這個冰牆呢 它就打開了 打開完之後呢 我們再記憶朝著前方 來轉一下這個 鏡子 反正叫做鏡子吧 再給它轉一下 直到它出現這個光線位置 我剛剛也沒事 也是沒有看期望 好 它撞到前半了 它前半還有這個冰牆給擋住了 那不要著急 大家先把這個 龐貝奧這個穿木點給開一下 來開解 好 看完之後呢 我們再循著這個光點 好 填手 這邊的怪我給它欺形這樣 好 我把這邊的怪給欺形這樣 好 省了就是他們 等一下咱們解謎的時候來反 怎麼 那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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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然把這個旋轉一下 再轉一下 讓它出現這個光線 好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光線 它是對準了 但是還是被這個冰牆給擋住了 然後這邊呢 我們就來開啟這個挑戰 好 對不對 開啟完挑戰之後呢 我直接告訴大家答案 我們把自己放在這個位置 就是這個位置 這裡不是有一處空缺嗎 那我們就這樣跳上去 這裡可能不太好操作啊 大家多嘗試嘗試吧 來 跳上來 然後我們正對著這個自己 OK 這樣的話 挑戰完成 這個冰牆就消掉了 不時咱們這個解謎也OK了 還是依然是繼續我們的這個 老步驟啊 來 這邊要連接一下這個光物 把這個給它連接一下 好 慢慢轉動 調整位置 可以 這邊就是咱們這幾個 四個解謎全部做完了 然後進行最後的這個任務 過去跟大家對話一下 馬上有個意義追蹤 然後帶海底圖 來這邊 傳動過來 然後呢 我們就跟著這個任務指引走 還是咱們最開始的位置啊 走進這個山洞 跟這個姑娘交一下這個任務 好 就在對話完之後呢 它我們前往這個目的地 然後呢 我們拿來地圖 再一次回到剛才的這個傳動點 這樣的話 比較快一點 傳過來之後呢 去到前面這個目的地 然後我們把時間呢 調到晚上 然後我們把時間呢 而且直接踩這個 給我們彈上去 給我們彈上去 OK 彈上來 好 回頭 來到這個指引的地方 到這邊 等待到晚上 好 過完劇情之後呢 我們安慰最終任務 然後前方三百五米 來我們找一個 離的比較近的位置 就它吧 傳過來 來 傳過來之後呢 往在西方的抖 我們去到這個流星墜落的地方 這裡一路跑回去就可以了 好 到這邊呢 我們把這個球呢 給它塞進去 好的 來 進入 這邊進入這個 什麼領域 松石領域 進來 直接開氣挑戰 好 就它進來之後呢 前邊呢 是有幾個怪的 我們暫停把這個怪給清一下 好 這邊全部接完之後呢 傳邦就會出現兩個寶箱 這兩個寶箱 大家一定要拿 別給忘了 錯過就拿不到了 兩個丁撒大寶箱 開啟 好 開完之後呢 我們就不要再退出這個副本 以另一種方式 好 退出完之後呢 我們再跟大家對話一下 這樣的話 我們這個 成銷三的這個 危險任務就搞定了 然後最後任務過程中呢 我們開了三個寶箱 一個是 咱們這個完成解謎之後 開啟的一個寶箱而已 另兩個是 咱們對著剛才這個meeting 這個副本禮標的 副本禮標的 副本禮標的兩個寶箱 好 那我們這期視頻就先到這裡 大家下批視頻再見 拜拜 拜拜